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慈善公益不应只是有钱人的专利 每个人其实他无论年纪或者家境 应该都可以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改变 三年前我们开始用众筹的方式 将很多有心的青年人的资源集合 我们成立了亚洲第一个青年人的基金会 完全由青年主导和决策的慈善组织 认识Jasmine三年 我们和她合作PIM的工作 推动青少年关注慈善公益的技巧和策略 成为她们生活第一部分 PIM的愿望是鼓励更多人拥抱社会使命 我们希望可以改变社会对成功的定义 我们的成就不是取决于做什么职业 有多少收入 而是个人对社会的影响 最令Jasmine惊喜的是 众多学生当中 有人转行帮忙成立基金会 有人承诺每年将10%的收益捐到公益组织 也有人带领会网公司 帮助公益机构管理和改善网络服务 这些都是香港年轻人的慈善种子 种子越过越多 为香港社会增添更多动人美善的故事 她是Jasmine 刘青鱼